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信號生效 颱風海高斯在珠海登陸之後移入內陸逐漸減弱和遠離本港 鐵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林靜芝表示 當本港不再普遍受到列風影響時 會在上午11點至下午1點內改發3號強風信號 颱風海高斯逐漸越來香港 本港風勢會逐步減弱 當香港不再普遍受到列風影響時 鐵文台會在上午11點至下午1點內改發3號強風信號 你要留意初時本港西部地區的風力仍然會較大 市民要保持警惕 受風暴潮影響 今早部分低瓦地區可能出現水浸或海水倒灌的情況 至於本港今天的常識天的預測 會是吹強風至列風程度的南折東南風 初時高地是簡中吹暴風 下午風勢會緩和 間中有狂風大袖雨和雷暴 海面是有非常大浪和湧浪 市民應該要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天文台最新風暴消息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信號現證生效 預料本港吹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 颱風海高斯已經減約唯一強烈熱帶風暴 在上午10點,海高斯集結在香港以西約140公里 即北緯22.4度,東京112.8度附近 如遼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25公里,而入內陸並逐漸減弱 在過去幾個小時,本港風勢迅速減弱 天文台會在上午11點至中午期間 改發3號強風信號 初時本港西部高地的風力仍然會較大 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受風暴潮影響 早上部分低蛙地區 可能會出現淹淨或海水渡灌 在過去一個小時,塔門、沙洲、橫蘭島 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 每小時55、48以及46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67、62以及64公里 防風措施報告 熱帶氣旋雖然開始遠離本港 但仍然有一段時間吹裂風 請繼續留在室內,直至風力減弱為止 切密接觸被風吹倒的電線 部分地方仍然是吹裂風 以及是狂風,切密鬆懈防風措施 有關最新消息 請留意電台、電視台 或瀏覽香港天文台網頁 以及流動應用程式 這一節的風暴消息報告完畢 雷霆881 新聞報道 現在由高仲黎報道新聞 8號東南烈蜂或暴風訊號 現證生效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林靜芝表示 台風海高C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 會在上午11點至中午期間 改發3號強風訊號 8號東南烈蜂或暴風訊號 黃色暴雨警號訊號 山泥驚射警號訊號 是現證生效的 海高C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 過去幾個小時 香港的風勢是迅速減弱 天文台會在今天上午11點至中午期間 改發3號強風訊號 要留意初時本港西部的高地 風力仍然會較大 在上午10點中 海高C集計在香港的西面約140公里 預料它是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時速約25公里 繼續移入內陸和減弱 受到風暴潮影響 早上部分低瓦地區 是可能出現水浸或海水渡灌 上午11點正 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 現證生效 預料本港吹東南風 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 在上午11點 強烈熱帶風暴海高C集計在香港以西大約150公里 即是北緯22.5度 東京112.7度附近 如遼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25公里 移入內陸並逐漸減弱 過去幾個小時 本港風勢迅速減弱 天文台會在中午前 改發3號強風訊號 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在過去一小時 橫蘭島、塔門和大老山 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 每小時63、56和45公里 最高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75、68和65公里 部分地方仍然催裂風和狂風 切密鬆懈防風措施 有關最新天氣消息 請留意香港電台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風暴消息 這一節風暴消息報道完畢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上午11點01分 由陳景堯報道一節新聞 8號東南列峰獲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天文台說會在中午前改發3號強風訊號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林靜之華 過去幾個小時本港風勢迅速減弱 8號東南列峰獲暴風訊號和山泥癌症的警告 是驗證生效的 在過去幾個小時本港的風勢迅速減弱 天文台會在今日中午前改發3號強風訊號 在上午11點鐘 強烈熱帶風暴海高斯集計在香港的西面 大約150公里 預料是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時速約25公里 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 受到海高斯的外圍雨大影響 本港今日會是間中有狂風大罩雨和雷暴 詳細的天氣雨傘方面 今天是吹強風至裂風程度的南至東南風 下午風勢會減弱 間中會有狂風大罩雨和雷暴 海面會有非常大浪和湧浪 市民要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槽活動 展望方面明天會是間中有遮雨 稍後遮雨會減少 隨後一兩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文台在上午10點50分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澳門仍然是8號風球 氣象局說將會在上午11點半改發3號風球 紅色風暴潮警告仍然生效 澳門衛生局表示 截至上午9點 共有10名市民因割傷或刷傷送丸 民房行動中心共錄得超過170宗事故報告 包括招牌搖搖浴墜、電線鬆脫、交通意外和水浸等 澳門社工局表示 截至早9點 17間避險中心共有189人使用 現在氣溫是27度 相對濕度94%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信號 和三離傾射警告現證生效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中午12點半 華南海壁天氣報告 警報香港鄰近海壁、香港燕南和沙堤燕南吹跌風 三美燕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 天氣概況在上午11點 強烈熱帶風暴海高斯 襲野北位22.5度 東京112.7度附近 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90公里 要旅行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5公里 而入內陸並逐漸減弱 24小時內各區的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壁吹南至東南風7至8級 西部初時達9級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初時巨浪 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 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 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 華南沿岸各站最新的天氣報告 橫蘭島吹東南風5級能見到9公里 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4級 澳門吹東南偏南風5級能見到3千3百米有雨 香港電台五間新聞天地 中午12時歡迎收聽五間新聞天地 主持的是張萬燕 首先是新聞提搖 鐵文台先後發出今年第一個8號和9號信號 到上午11時10分改發3號強風訊號 海高斯逐漸遠離本港 減弱為熱帶風暴 預料受到海高斯的外圍雨大影響 本港今天間中會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 風暴集港期間有7人受傷 53宗林樹報告 林漢山報道 吹襲本港的海高斯來得相當快 天文台下在星期二凌晨3時40分發出1號戒備訊號 到昨晚10時40分上升為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訊號 不夠3個小時後到星期三凌晨1時30分 再進一步上升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訊號 即是不足24小時之內 由1號訊號上升到9號訊號 天亮之後海高斯逐漸遠離本港 並且在早早6點前後 在廣東珠海金灣區沿岸登陸 早早7點40分天文台改發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訊號 過去幾個小時本港風勢迅速減弱 到早11點10分天文台改發3號強風訊號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林靜芝表示 受到海高斯的外圍雨大影響 本港今日間中會有狂風大罩雨和雷暴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